天堂地狱,两茫茫,贪生怕死很正常 欢迎收听由点灯文化基金会所制作的点灯贪生怕死节目 欢迎收看由点灯文化基金会所制作的点灯贪生怕死节目 我是斗哥主持人 今天特别来宾是好朋友,老朋友 然后今天给面子一般是不愿意轻易出现的 今天出现了杨佳,欢迎杨佳 各位好,阿斗好 你好,我们认识多年 他其实大大有名 你为什么,他当年开玩笑,唱片公司 台湾唱片最夯的时候 他可是官做到,已经做到亚洲地区的了,对不对 我经历就是,台湾其实它就是一个抛物线 从最不好到版的时期,直到它最好到版本 经历过那个时期了,倒没有讲到做的怎么样 但是经历过那个时期是很不简单 表示有点年纪 不是你这个攻击尾业一大堆 我都快70了 不必透露 我想今天走过这么多的路 然后你后来也做广播 你的广播也蛮多的听友,蛮喜欢听你的广播 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先来聊,去年我看了那场音乐会 感动到无以复加,叫保温香的艺术家 所以也许有的听众有的观众看过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他居然找了所有事盲的朋友 视障者,演出舞台剧,要是音乐剧,要唱要表演要说台词 哇,我在台下一直替你捏一板冷汗 你怎么会想到去做这个戏? 其实不是我去做这个戏 而是这个戏,就是这件事情来找我 因为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他是视障者家长协会的总干事 然后我因为本来在国外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我回台湾之后 我们高中同学会就联络上了 他知道我一直在做音乐 所以他又搞了一个视障音乐中心 所以他去找我帮这个视障音乐中心 看能够顾问的还是干嘛的 那我回台湾来本来就是半退休的状态 我只想写文,写字 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写东西 对,结果我就不想去参与音乐的事情 结果他来找我,又被拉回去 文字不成,又被拉回去 命中注定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有一天忽然跟我讲说 我有一些赞助的金额 我想做一出音乐剧 是他想说要做的 但是我 其实我并不清楚说 他想的音乐剧 跟我想的音乐是两回事 我想的音乐剧就是 我们马上就想像Cats 像这个Fenton of the Opera 我很喜欢 我就crazy 每次到那个纽约 我就会去看音乐剧的 所以脑中马上想的是那样的画面 他想的不是 因为他里面的团员 曾经参加过一个 很小很小的剧团 大概他们在一个日式的宿舍 演出小剧场 大概就二三十个人 他想的是那样 那我想的是那样 所以我们两个鸡同鸭 讲了两年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你是这样做 然后他就咬着牙 就听你的了 因为我是做流行音乐的 我们以前就是演唱会的规模 所以我完全想的就是演唱会的规模 而且在台湾还有一些以前的人脉 大家也都是做这行的 所以很容易我觉得就弄起来了 所以我倒并不觉得有太困难 但是我对视障的音乐 对视障他们的生活 对他们所有东西是一无所知 所以我后来想一想 这个胆子真的很大 我通常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反而胆大 对你知道你就不敢了 我现在回想过来 我真的每次都 演出前都捏一把冷汗 因为我没有备用的团员 所以万一有任何团员出状况 我怎么办 可是我在演出前 我从来不这样想 正面 就做了 然后就因为我对他们一无所知 但是我觉得这个剧如果要做 应该是从他们自己做 所以我就在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然后就是每一个礼拜四个小时 每个人把他们的故事全部都讲出来 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有的蛮感动的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套用一个模式 把这五个人全部交织在一起 然后让他们 先听他们五位四张朋友的故事以后 然后你把它写成桥本 对 把它写成一个 我觉得一个大纲 就是 就好比想说一个地下夜总会 就是一个地下店 夜店 想要找人演出 然后每个人就来 来艺术 那我的想法是 先是这个认识 然后就是自我介绍 然后演出 就是上半段 然后下半段 我们第一年演的是上半段 因为帮他们循序渐进 所以第一年就是 你看到的上半部 然后第二年就演了 演绎了下半部 最主要我是觉得 这五个人都蛮有才华的 然后他们自己 不管是做街头艺人 五个人里面当中有三个 是音乐硕士 声乐硕士 钢琴硕士 那我觉得其实 跟我以前做艺人 没什么差别 就是艺人已经准备好了 你缺的就是一个平台 一个机会 那就 我们就是gruming 就是外国人讲的 就是养成他们 然后 其实我觉得 他们也在帮我 因为本来我就是一个 很闲散 回来 很闲散的人 然后做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工作 在帮我在台湾找一些存在感 然后做一些事情 然后结合了以前的一些朋友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好的 你讲的好像轻松自在 可是我们上面看起来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因为眼睛看不到 然后歌手站起来 还要走位 走完第一位以后 还要讲台词 人在哪里 偷龙不知道 可是他们居然 很自在就演出来了 我想那个在排演的过程 甚至于准备过程 难道不会提心吊胆 我觉得 我是讲 我只做我会做的事 其他不会做的事 我交给别人 我会做的事情 我put together一个剧本 一个剧本出来了 我找到导演 所以我interview导演 我以为你直接 你也见导演 我不会做 而且我没有那个耐心 坦白老实讲 那我就会不断地 一直改剧本 然后就跟导演讲 我觉得这样可以 我觉得那样可以 他导演是一个 非常非常细心的人 他本身也在教书 也在教戏剧 所以他就很耐心 很重要 然后每一次听他们讲什么 然后去教导他们 走位什么的 可是你现在看到的 其实有很多时候 除了是他们自己 很努力之外 我觉得幕后工作人员 其实也帮了他们很多 然后他们自己 也很努力地 去适应这个环境 比方你上台 他们是带两个耳麦的 一边是听后台的 就是说左边一点 左边一点 右边前面后面 然后另外这边耳朵 是听音乐的 什么时候要唱歌 因为我坚持 他们一定要唱现场 你不能唱卡拉 也常会没有唱卡拉 这回事 所以他们就两边 你如果不习惯的话 你听上面去 一分析就完了 对不对 然后你看的那一场 其实没有出什么状况 我们最后一场 出了一点状况 然后他们自己救场 我在后头讲 看着就好高兴 很棒 大家会在现场救场 就是说音乐 啪这样滑过去 但是他们自己可以救场 他们可以接上去 对 就很棒 所以那这么一演出以后 不得了 那听说你们后来 还要再去南部演出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已经明年 魏武营的场地 已经定到 所以明年4月16号到 18、19、23天 在高兴魏武营演出 对 因为我刚开始去 跟他们讲的时候 我就说 我带你们上 因为刚开始是小剧场 200多个人 我们演了五场 然后到了球剧场 700多个人的场地 我们演了三场 现在魏武营是 1000多个人的场地 那时候一开始 我就跟他们讲 我们最终要去高雄魏武营 因为我对那个环境 我没去过 魏武营你没去过 我很好奇 现在那个场地不得了 我所有的事情 都是因为好奇 都不是因为 因为我有多大的心 没有 我觉得那个场地 听起来不错 魏武营很多是国外的音乐家 直接去魏武营 在台北都不来的 我不知道 我9月3号要去看场 真的 所以去看一下 音响灯光 那我看球剧场的时候 也是去听音响灯光 然后那个时候 第一次去做场看的时候 心就凉半截 想说 哇 这个音响 它是一个acoustic 就是说现场演奏 一个orchestra的一个编制 那我们不是 我们是收音之后 要经过console再出来 所以我必须要加喇叭 然后我又要做背头 然后球剧场每一次升降黑幕 就要charge我2000块 我就觉得天哪 所以我的制作费用就很高 可以想像这个 不要说目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你的压力也应该非常大 我觉得他们压力比我大很多很多 对不对 因为我每件事情就找人负责 分工 我就很闲 我就在家做饭 然后听听他们说 这个东西音乐弄好了 我觉得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真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群体的工作 大家互相在成就互相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所有的人 而且有这个机会 其实我能做的就是 就是把食材买一买 然后我喜欢做财 大家要一起贡献 我其实不是那个厨师 我另外找一个厨师 我只是把食材买一买 然后跟那个厨师讲说 我觉得可以这样做 你该怎么炒 要怎么做 对对对 怎么煮 怎么炖 对对对 其实还好 那你现在过来演出以后 你现在你的同学 看到你这样玩出来 而且规格跟他想象中 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那个成就感可能 我实在很佩服他 怎么说 他完全没有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王勤文 王勤文 我的那个高中同学 我高中没跟他讲过几句话 他坐最前面 我坐最后面 我们是那种就是 知道是同学 没有往来 没有 我们高中三年都住校 所以就是 就大家很熟 很熟 但是呢 没讲过几句话 因为呢 不是那一挂 他是很安静啊 那我是那种张牙舞爪的 在后面 我班长 绝对是张牙舞爪 他前面很安静 然后他来找我 那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 他看到我这样做 他咬着牙 暗示 全部跟上 我觉得很佩服 很佩服他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成 他是绝对占更大的功劳 我就是 只会讲而已 也不能这么讲 因为有人说 有的人是 可以烧一口的好菜 对不对 你就是那个会烧一口好菜的人 而且我喜欢创意料理 这更糟糕 那可不 所以你们这个王同学 才知道原来 他们你们的班 他的班长 原来这么厉害 所以那 因为是他自己的孩子 是 对 因为他们 适当者家长协会 里面的所有的理事 总干事 所有的监事 家里都有一个 适当者的小孩 所以才叫适当者家长协会 明白 对 所以他跟我讲说 你要来我们这边做理事 你还不够资格 还不够资格 我说对对对 我也没有要做这个 我觉得 我连个顾问都做不行 我就 帮忙忙 可是我觉得 就是把所有过去的 一些人脉 什么的 然后大家放在一起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些 做流行音乐的这些人脉 说老实话 我都觉得他们非常非常 大部分都是有点年纪的 因为我认识就是有年纪的人 对 然后他们就会 比方说很多这个价钱 这是最极致的 就不会讲价 对 甚至完全 完全奉献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 台湾人真好 所以可以想象他们 为了成就这些孩子 能够圆这么一个 那么棒的梦 光是 光是从母资金都不得了 对 真的 光是那一块 就已经不得了了 对不对 非常 对 然后我才知道说 原来有好几个企业 都是暗中在支持 没有对外宣布 我都觉得说 我以前不了解 这些企业 有一个企业 是我从小听到大 完全不知道 他支持我们这个 这个东西 而且支持 整个这个 适当者家长协会 二三十年 全个家族都在支持 而且他们家族都去看 真是好 这个企业这样 我一定要讲一下 Hockey Hockey 原来如此 所以我想 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晓得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们 我知道台湾真的 有很多默默在 就是奉献的 很多的企业 对 所以行善不欲人之 我想这个很重要 我想这也是你刚刚讲 台湾人可爱的地方 对 很棒 所以我想讲完这件事情 我想这个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有机会 记得 明年 我们今天是2024 明年2025年的4月几号 18、19、20 18、19、20 高雄卫武营 要去看 看了以后 你记得一定要戴手帕 因为会 非常感动 我想那个 我们当初 我们去看的 真的感动到 五语副驾 齐皮哥都一直站起来 一直站起来 觉得怎么可能 他们居然都 都做成了 而且音乐很棒 唱得很棒 连钢琴都棒 每一样都棒 我就希望 就是在我这个部分 我希望让大家听得到 他们就是 在音乐上下的苦功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 比方说 他们有一些 什么新鲜的东西出来 那我可能就会 加一点东西 加一点在这里 然后我们大家 互相撞击的一些结果 你今天下午 还跟他们上课 对不对 对 我现在就 怎么样的课 创作课 怎么讲创作 我怎么可能 去带创作课 我是一个创作人 可是因为 我觉得 这样讲好了 就是另外一件 他们成就我的事情 是 我一直都是一个 我是一个西洋音乐 养大的小孩 从小 一直就是 听着就是西洋歌曲 热门音乐 西洋歌曲 我做的那个广播节目 也全部都是西洋歌曲的 一直到现在 所以呢 国语歌我反而不怎么听 虽然我以前 真的经历过 台湾那个流行音乐时期 是做的是国语 对 可是真的西洋歌曲 喜欢的 对 所以呢 但是他们听的少 然后因为市场者 接触的环境比较少 就比较封闭 所以呢 我能够给他们的 就是 就是说 他们用我的一些 剩余价值 给他们就是一些 西洋音乐的input 然后我说 这首歌 然后我觉得 可以帮谁写 那我想到说 这首歌我们可以用 古典摇滚 就放很多的 古典摇滚 给他们听 或者说 哪一首歌 我觉得 Karton 就是那种 克尔特音乐 就放给他们听 然后他们马上 pick up起来 然后 大家互相撞击 所以我希望 去拓宽 他们的 整个的音乐领域 所以现在 做这个创作课 也就是说 因为台湾现在 还是有很多歌手 想要写歌嘛 想要唱歌 那他们可能会 对外邀歌 那我们就针对 每一个每个的对象 然后有一些 这些国语歌手 我一个都不认识 然后呢 就把他们拿来听 听我说 诶 这歌 这个人 我们原来是个 卡拉OK歌手 好 我们就做 那种很芭蕾的歌 就是很卡拉OK的歌 另外一个歌手 可能我觉得 哇 这个很像Evanesense 像上一次 他们跟我讲了 一个谁 信跟一个谁 唱的什么千年之恋 我一听就是 哇 这是Evanesense的 copy版 来 我们再来一首 Evanesense的升级版 就这样 等于是 叫他们做曲的意思了 他们做 然后我就 提点 提点他们 就出一张嘴 可能很重要 你等于是 让他们把他们 带到另外一个领域去 把一些东西 通通挪开 一些障碍挪开 然后让他们听到 最好的声音 我想是最好的音乐 我也只会这样 这个已经不得了了 这个已经是大家 为大家 不是打开一张窗而已 把所有的墙都打掉了 没有 我觉得 其实真的 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在帮我 让我的生活 过得更充实 是 要帮我就是 我每次看我的朋友 跟那些工作人员 非常非常地努力 我都非常非常地愧疚 我觉得我觉得 罪恶感很重 你觉得你的日子 过得太好了是吧 对 没错 因为我就 尤其是导演 就是每个礼拜 在帮他们排练 什么什么事情 我就坐在那儿没事 我在家煮饭 是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 很有罪恶感 我们刚刚前面讲了 是这个舞台前的一些 一些你所做的事情 我们来谈你自己个人 我想 我记得你跟我讲过 说你父母 算是比较 过世比较早的 对 对不对 我妈妈过世早 我爸爸还好 妈妈还好 所以那从小家庭的背景 成长的过程里面 父母对你的养育的过程里面 影响你最大的是哪一部分 没有影响 什么意思 因为我跟我的父母 妈妈走了很早 我觉得跟父母 就是一个缘分 因为我跟我父母 没什么缘分 我觉得我从小的感觉 因为我们家小孩多 我有五个姐姐 我是最小的 六个 你们六千人 从小就 我收到的message 就是把你自己管好 对吧 是姐姐交代 还是父母交代 我姐姐交代 我父母跟我很少互动 对 那我妈过世早 我就六年级 要上国中的时候 我妈就过世 所以我没有什么 太大的影响 那我的小时候的影响 就是父母是一个长辈 需要尊敬 所以后来就会看到 别人跟父母的关系很近 我刚开始 我觉得我的心情是 就我现在回想 因为现在年纪大了 然后我就没小孩 所以也不知道 父母是怎么样 所以 我觉得感觉 那感觉很奇怪 那现在看我的外甥 跟他们的小孩的互动 我就会 我就从当中学到很多 比如说 原来父母跟小孩的关系 可以这么亲密 那我是完全没有 对 然后因为我 我爸爸 那个时候 因为我妈过世之后 我爸就再婚 然后所以 那个 就跟他越来越远 但是我有的时候 看看他 就是说 因为我那时候 出国去做事 我被公司调到新加坡 后来又调到北京 我就有差不多 15年的时间在外面 我每次回来看我爸爸 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不是很了解他 你知道吗 我有一次听那个 YouTube的那个主唱 Bono 他写了一首歌 在他爸爸的坟墓前唱 哇 他跟他爸爸的关系 有的时候很紧张 然后他爸爸喜欢歌剧 然后他是唱流行音乐的 他写了一首歌 Sometimes you can't make it on your own 就是说 有的时候 你不能完全 只靠你自己 他在他父亲的坟墓前唱 这首歌 我说 我常常觉得说 我爸爸要养 那么多个小孩 那他也不会说 很多的事情 就是传统的长辈 所以Sometimes you can't make it on your own 你需要分享 你需要跟人家谈 这都是我后来误出的道理 我也想跟我爸这样说 可惜就是没有那个机会 没有那个机会 对 然后我觉得 他可能会觉得 有个实力 在攻陷 我不知道 我觉得 我觉得我爸很好玩 就是说 他跟他的朋友在一起 我觉得应该是另外一个感觉 我们这些 女儿们 他就是一个传统爸爸 不太会说什么 容易就是 可是相对的 你跟你姐姐的情感就不一样了 对 他们都是我妈 对不对 都是几个连在一起的妈 管你管到现在 对 我大姐二姐 特别是我大姐又住楼下 跟你住楼下 好几个妈 真的 我都管你 我说我都快七十岁 我出门 你还管我穿什么 可是很温暖 不会吗 不会 为什么 你久了 你就会觉得 就要烦了 对对对 想跑远一点 不过我没有关系 我现在就是很直接 就跟他讲 我们每天不要重复这种话题 好不好 你会直接跟他们讲 我换话题 叫他们上来吃 那煮的不好 煮那种创意料理 他们吃的也就 好 不说话 也就算 原来你是 你们家 你姐姐跟 你们每天是固定要 也没有 就是我想到 想做菜就请他们上来吃了 所以你要是排搭子 你们家是饭搭子 对不对 煮饭也有人吃 那可定 那可定 多一个人 就多 可以多变两道菜出来 对不对 他们说其实爱煮菜的人 基本上是蛮有领导统育能力的 真的吗 对 因为你必须要从无道友 从买菜开始 然后洗洗切切 然后冰冲 究竟是创意料理这么多 可能今天冰箱什么东西 又变了一下 又变了不一样的菜出来了 可能 对 我倒是没这样想 真的 对 我就爱吃而已 所以才能够带出那么不一样的音乐剧 因为又炒出另外一套不一样的菜了 你还蛮能转的 是 我想我们最后再来聊一件事情 可能这个事情可能不是很愉快 不过我想我们今天不是贪生怕死 所以难免会谈一些人生的一些遭遇 一些生老病死 我最近看西云大师的一个开示 我觉得他讲得特别好 他说其实不要讲生老病死 反过来死放前面 因为他说生下来开始 我们第一天生下来就要面对死亡 所以说生老病死 变成死病老生 因为你要轮回再回来再生 因为佛教徒讲轮回 我觉得特别好 所以我想如果从你自己来讲的话 因为我想包括姐姐 包括父母一路过来 也看他们生病 然后也看他们治病 然后也相对的 也会面对这些问题 你自己 因为自己成长过程跟一般人不一样 你怎么来看死病老生 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你必须要去接受 以我自己来讲 生我当然没有什么太大 但是老我觉得 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老这回事 但是病是非常有感觉 我一出生就开刀 然后后来就会有 因为我本来应该是一个 supposed连体因 但是后面那个没长好 所以一出生就把那个 后面拖着一块瘤割了 那我后头就会有一些脊椎的问题 再过来有一些像癌症啊 什么这些一大点问题 我身体从上上下 从前到后开了五六次大刀 全部是压家 最后十年前那个视网膜剥落 很多很多的问题 又出过车祸 所以病这回事 我是经历的蛮多的 我觉得 就去接受 当然我觉得这个这样讲是很 好像很轻松 在当时的时候 我觉得 是 因为是我只有我自己 所以我自己必须去 去take it 然后去消化 然后我又不是一个就是说 容易跟人家分享 或者是怎样 除非是很熟的人 那所以 对我来讲 这些东西 这些过程 尤其是 我在 你看我在北京开的刀 我在新加坡开的视网膜 然后呢 回台湾做化疗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你要 你要往前走 对 所以如果你必须 你没有什么选择 只能往前走的时候 生病对你来讲 是一件 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因为 因为有很多其他 比方说 如果你有其他人 你可以靠 可以 你没有什么选择 你可以靠过去 然后就变成 哇 那个事情是我 就是说 哎呀 心情的一种倾泻啊 或者是说 我哭得死去回来 对 那事情对我来讲很陌生 我没有那样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 你如此坚强 这个不叫坚强 我跟你讲 每个人都说 我好像很坚强 对啊 你很勇敢啊 对 那是因为比较嘛 可是对你来讲 你没有什么后路的时候 你只能往前走的时候 那不叫坚强 那就是 生活就是这样过下去 无路可退 只能往前走 我也 从来没想过要退 因为你从来没有那样的经验 你就不会去退 我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 很多事情 都是因为身边 都是因为经验 如果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你真是义无反顾 你没有任何其他的情绪 就是往前走 往前走 然后慢慢过 把自己日子过好 所以以前 有人问我说 你有没有就是 那你信不信教 什么 我说 你有没有什么信仰 我说我有信仰 但是不是宗教信仰 我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你问我有没有信仰 我非常有信仰 活着就是 活得很好 就是我的信仰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每一天过得很好 每天过得很好 然后不断往前走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他们成就我 然后这个生活觉得 好像有点成就感 然后又可以就是 就是说帮他们一点 我不是一个 就是真的会主动帮人家的人 因为我不觉得我有什么能力 可以帮人家 在我的生活中 这些事情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的信仰就是 每一天 把自己搞好 就跟你讲 从小 从小就获得 把你自己搞好 这个就是我从小的教育 这个太重要了 把自己搞好 一些对自己负责 对不对 自己选择的路 你就自己往前走 没有任何好犹豫的 甚至于万坦 不必 就是往前走得对了 没有什么好万坦 当然万坦还是有的 难免 当然 吃的不够多 想要去哪一些餐厅 然后牙齿不好 我上个月去了一趟印度 崩了一颗大牙 就是我现在还在吃牙 吃饼吃太多 不是 我转身要上飞机之前 就摔着这样 牙摔掉一半 我就直接上飞机 冰敷着 然后下了飞机 马上就去 所以你看你碰到这种事情 对啊 你就我一个人去印度 然后就觉得你不能怨天尤人 就是面对 对面对 然后去拔牙 然后现在准备要直牙 所以你要打断牙 或血吞 你从印度回来不近 很远耶 很远耶 天哪 我在曼谷转机 真的还转机 还花时间 八个多小时 天哪 你就沿路这样 拿到冰块到处这样干 我一路拿冰块 然后一路打着我的电动玩具 和那个手机玩具 就这样八个小时回来 你说你要怎么样去 就讲说 去哭诉 或者是觉得说自己 怎么会这样 你当时想说 天哪 你怎么会这样 在餐厅 你也未免太急 你只会这样子 怪自己一下 再过来就是 你就开始打电动玩具 真的 生活一定要这样过 真的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 应该这样过 不要想太多 因为你所做的任何抉择 跟你做任何事情 都是对自己负责 我愿意 我想这么做 对不对 然后来了 我就面对 我也不会逃避 可是这样也 当然也不见得好 因为你有的时候生活 你还是需要 就是有一些分享 或者是有一些朋友 一个人太多 我是后来 就是说年纪比较大的 我才会这样说 这样好像也不是很好 这是别人告诉我 这样不是很好 我就觉得 好 我要开始思考一下 所以我会 后来就是 我朋友教的比较多 很好 你一开始讲说 都没有接受采访 觉得今天 Winnie and I 算了 来吧 对不对 现在是等过一次了 结果 没想到 我还是拼命追的 然后今天终于 把你追来了 所以今天听了 杨佳聊这么多的故事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应该会 会有兴趣 想看看 杨佳 他做了那么多音乐 也好 广播节目也好 可是相对的 他居然做音乐剧 而是盲人做的音乐剧 所以记得 再来一次 2025年的4月 几号 18、19、20 然后高中卫武营 什么系 宝文箱的艺术家 宝文箱的艺术家 就是生下来都在宝文箱 待着的那些宝宝们 而且看不到的宝宝们 那以后音乐都有才华 然后他们居然有一个舞台 可以演舞台剧 光听这个就觉得 哇 感动到不行 所以欢迎大家明年去卫武营 去被感动一下 好 谢谢杨佳 谢谢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哎呦 小小弄小弄